大家好 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 我是宁静 今天这期视频和大家聊几个 刚刚在中国大陆发生的罕见现象 而这可能是大灾难即将来临的前兆 专家称有些征兆已经被验证了 从今年7月开始 中国进入了超级灾难期 多达14个省份 正在遭遇史上最严重的高温干旱 热的是极其反常 特别是四川重庆 更是高温干旱 疫情变荒火灾 五灾起降 那极端干旱呢 已经造成了重庆三江建地 中国最大淡水湖 颇养湖70%面积干涸 湖床变成了草原 年年夏季发大水的长江 现在到了汛期 反而江水建底了 历年洪水最厉害的武汉段水位 也已经露出了沙滩 可供市民散步 这真是离奇 对于当前中国大陆的高温干旱现象呢 有专家认为 干旱很可能是大地震的前兆 它们之间存在着特定的关联性 科学界呢 有一个专业的理论 称为汉震理论 认为大震之前必会大汉 大量事实证明呢 汉震理论是真实可信的 难道四川又将有大地震要发生吗 根据汉震理论 这么大面积的罕见干旱呢 其对应的地震的震级 也可能是相当可怕的 很可能超过当年的汶川大地震 最近在四川重庆呢 又发生了几次这个异象 非常的罕见 这些异象呢 也都可能是大地震的前兆 那下面呢 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 第一个怪象呢 是发生在重庆的福林河 河边露出水面的石头啊 都突然冒起了火苗 大家看看视频画面哈 当地的人呢 从水里捞起了一些湿漉漉的树叶 放在石头上面呢 马上树叶上就窜起了火苗 烧着了 而且呢 是越烧越大 针对这个怪现象呢 有网友就说了哈 之所以呢 这个湿树叶和石头能着火呢 可能是地下的天然气在外面冒 而地下突然泄露天然气 是因为地壳的变动 而今年那些地方的干旱 也可能与地壳变动有关 所以这很可能都是大地震的前兆 那第二个怪象呢 重庆一个网友啊 在网上说 我家自来水管接出来的 全是发烫的热水 很烫很烫 我很奇怪哈 就算气温40多度 为啥埋在地下水管的水 却超过40度呢 按道理是说不通的啊 那埋在地下 至少温度没有这么高啊 所以这也可能是地热异常导致的 而地热异常也是大地震的前兆 那第三个怪现象呢 就是井水变浑 这是发生在湖南齐阳市的一个异象 据拍摄视频的网友说呀 地壳可能在变动 好怕怕的感觉 用了几十年的水井 出现浑水的现象 网友还说呢 目前已经有三口井直接报废 最长时间的呢 八个月了一直都是浑水 早几天又有一口井出了浑水 用了半辈子的水井出现这现象 大家知道呢 井水泉水冒泡或变浑呢 一般都是地震前的征兆 第四个怪象呢 马路上面崩苞米花 在长时间持续高温下呢 位于四川的一条公路上 有农民在路边晒了一些玉米 因为气温太高 玉米直接在马路上 噼噼啪啪的爆开了 像我们在锅里崩苞米花一样 大家可以看看视频哈 这真是闻所未闻的怪事 大家可以想象这路面的温度有多高 第五个怪象呢 在重庆的一条公路上 从路边多个不同位置 往外喷着热气 像是高温蒸笼啊 往外冒的这个蒸汽一样 那很可能是地热异常 地下温度非常高 地下水呢 被气化往外喷 这也是大地震的前兆 那么第六个怪象呢 8月21日 在四川眠竹街道上空 出现鸟群聚集 低空飞行黑压压一片 大家看看网上流传的视频中 可以看到昏暗的天空中啊 有着密密麻麻的小黑点 在杂乱无章的到处飞舞啊 那但由于这个时间傍晚 无法看清到底是什么鸟 有不少人呢 对此很担忧 认为这是群鸟惊飞啊 这是不是代表了什么不好的兆头 那当然也有人认为 这可能也是地震的一个前兆了 那么第七个怪象呢 这是前段时间发生在四川的一件怪事啊 在卢州啊 竟然突然出现了这种白色龙卷风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啊 在这个6月21号 四川卢州合法县法王寺镇一村庄内啊 一处农田上方 莫名出现了好几个微型的白色龙卷风 原来这些时聚时散的白色龙卷风呢 并非是真正的龙卷风 而是密密麻麻的摇纹聚集在一起 看起来倒是非常壮观啊 这又是什么征兆呢 而且呢 不知是巧合还是前兆啊 被这个高温干旱 持续袭击的成都渡江燕 在8月13日13时18分 发生了3.3级地震 震源深度是10千米 震中位于北纬31.21度 东京103.66度 而从震中五公里范围内平均海拔呢 约是1779米 而这可能是更大地震即将来临的这个预告 中国呢有一个叫耿庆国的地质专家 提到过汉镇关系的这个理论哈 那据说他研究比对了多个不同案例之后呢 发现了一个规律 就是六级以上的大地震的震中区呢 在震前的一到三年内 往往都会有干旱出现 干旱面积越大呢 震级也越大 还有呢就是哈 如果干旱之后第三年踩地震 那要比干旱后第一年就地震的震级更大 那在2011年的时候啊 这个地球与行星科学文献期刊 也发表了研究报告 称气候变化呢 可能会引起地球板块运动 进而引发地震等灾难 那比如2006年 中国四川重庆呢 遭遇了大旱 部分地区呢 遭遇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灾 一些地区气温多次超过40度 那更可怕的是 这场旱灾是一直持续到了2007年 到了2008年的5月12日呢 汶川发生了八级地震 而今年的这次高温的面积和温度 已超过2006年的那次高温干旱了 是不是说如果这是大地震前兆的话 那这次大地震的震级将会更高呢 会不会超过当年的汶川大地震呢 而在历史上也有类似的重大灾难发生 据国语记载 博洋富说 河水干了 必然山崩 当时精水 未水 落水都干了 于是就发生了奇山大地震 而周游王二年的奇山大地震 是中国历史上记录下来的 第一个六级以上的大地震 所以干旱和地震的关系非常紧密 在历史上时常被验证 所以今年中国大陆发生大地震的几率 是挺高的 尤其是四川重庆这些地方 接下来呢 我们再说一个最近发生在云南的异象 2022年的8月16日 在云南省普尔市的上空 出现了一朵超级巨型的五彩云 而且形状是极其古怪 像是帽子一样 那么大家可以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呢 是一名叫做孙佳琪的网友 在云南普尔拍摄的 我们再来看看 目前处于水深火热的这个中国大陆 特别是四川重庆 那仿佛就是在上演一部灾难片 这也让不少人是又一次想起 刘伯温悲剂中的预言 四川更比汉中苦 这句预言呢 点名了四川发生灾难的程度呢 会非常的严重惨烈 那目前四川重庆呢 正在经历这个高温干旱 疫情电荒和山火这五灾 其实对当地人来说都已经是很惨了 但是如果这个汉镇理论不是个假设 而是真的 那么是不是说真的会有大地震出现呢 当然我们只是希望大家呢 都能提高警惕 谁也不希望刘伯温的预言成真 我们希望所有人都能平安 那么刘伯温悲剂中还说 二仇东西饿死人 那推悲图中呢 也说五仇云贵受饥饿 都指呢将会有大饥荒出现 大家知道 高温干旱呢 除了会有可能是地震的前兆 那还会带来的就是饥荒 之前大陆呢 多地的洪水也会带来严重的粮食问题 而俄乌战争呢 也会导致饥荒 所以在这一方面呢 我们是不得不有所准备的 看来呢 接下来这个灾难呢 也不会断 更可怕的大灾难呢 也可能要降临 还是那句话 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平安幸福 远离中共这个魔鬼 选择道义和良知 远离灾难 那对于我们告诫 中国人民要在内心与中共魔头 划清界限的这个说法呀 有网友留言就说了 你们太疯狂了 不要憎恨别人 要告诉人保持爱与善良 还有对神的信念就好了 我们的确一直在告诉人们 要保持自己内心的这个善 但至于说恨中共呢 我们希望大家明白 我们的做法不是出自于对中共的恨 我们的做法呢 是出自于旧人的善 我们一直在揭露中共的这个恶行 要让所有的人看清中共的恶 并且远离他 这与内心充满良善并不冲突 毕竟人不能一边信着神 一边信着撒旦 好 今天的节目呢 就给大家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